七怪每人拥有几块魂骨 最后一位也太多了吧 在斗罗中每个魂师最想得到的那一定是魂骨 魂骨是这片大陆最稀有的存在 拥有魂骨的人不仅可以全属性得到提升 还可以拥有一个魂骨技能 史莱克七怪目前都有多少块魂骨了呢 他们都有什么技能呢 让作者来告诉你吧 在看视频之前 小伙伴们 可以帮作者按住点赞键三秒完成特效任务吗 在评论区告诉作者你最喜欢七怪哪一位 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正题吧 先来说说马红俊的魂骨 他的魂骨是在参加魂师精英大赛时获得的冠军奖品 其中一块魂骨就给了马红俊 马红俊的这块魂骨叫做爆裂焚烧之火焰又壁舞 魂骨浑身散发着火焰气息 别用火焰的马红俊再合适不过了 这块魂骨令胖子的火焰再次提升了一个档次 也拥有了一个魂骨技能凤凰爆裂机 威力也是七怪中伤害最高的 七主要还是范围不够广泛 要配合唐三的控制才能发挥出最高伤害 再来说到奥斯卡的魂骨 奥斯卡的魂骨是在一只两万年的静影兽身上意外获得的头部魂骨 刚好同一魂兽产生的魂黄魂骨能让魂师的增幅属性达到最大化 并且还给小奥带来了一个很不错的魂骨技能 镜像分身 能让辅助系的小奥补足了欠缺攻击的短板 这个魂骨再配上自己的第六魂技镜像长 完全可以把自己当作强攻系 再来说说戴老大的魂骨 戴老大是七怪中最后一个获得魂骨 在唐三使用一千零一夜击败了狼道头目后 意外地获得一块腿部魂骨 这块魂骨叫做嗜血狂化之巨风右腿骨 附带的魂技是能够让自身进入狂化状态 攻击和防御速度都提升百分之百 但此期间不能使用任何魂技 用尽魂力后和敌人肉搏再合适不过了 后唐三在落日森林中 猎杀一头大约七万年级别的白木魔骨王 意外地从这只魂兽身上掉落了一块右壁骨 后赠予给了戴木白 再来就是名荣荣 荣荣的这块魂骨是唐三所赠送 是非常适合辅助系魂师使用 因为他的魂骨技能换之空间类似于领域 可以令友军精神力提升百分之二十 同时建立起一张精神网络 令彼此心意相通 并同时削弱了敌人精神力 能让荣荣辅助效果达到最大化 朱竹青的魂骨和马红俊一样也是在大赛上得到的 是一块腿部魂骨 叫做急速前行之追风左腿骨 附带的魂骨技能是飞驰破气斩 发动技能后大幅度提升自己的速度 同时可以左腿凝聚魂力 左腿化为利刃 在高速移动接近对方的同时 可以利用腿部的利刃有效的重创对手 还有一块魂骨是由唐三所赠 是唐三在击杀鬼斗罗时掉落 这块魂骨非常适合敌宫器魂师 唐三就将它赠送给了朱竹青 小五又拥有着几块魂骨 咱们的小五最终拥有着两块魂 第一块魂骨就是它十万年魂寿字的柔虎复幽臂 附带两个技能无敌金身和顺眼 另一块则是从一只妖狐身上所得的魅惑头 可增长小五魅惑魂技的时间 再来说说我们的挂王唐三的魂骨 它的魂骨也是众人之中最多的 它的第一块魂骨是猎杀了一只人面魔猪 时获得外副魂骨八猪魂 外副魂骨相比普通魂骨还要稀有数倍 外副魂骨可以随着等级的提升进化 第二块魂骨就是在大赛中获得三块魂骨其中一块 来自一只六万年魂兽所产生的精神凝聚之智慧头 魂骨附带的技能子及神光 透点是单体攻击 攻击集中 因此破坏力也极其恐怖 魂力消耗也不是很大 第三块魂骨就是小五的柔骨兔右臂魂骨 这块魂骨拥有两个技能 第一个技能是顺眼 暗围是100米 可以连续使用 第二个技能则是无敌精神 可免疫任何攻击三秒 唐三的最后一块是蓝银黄右腿 这块魂骨和小五的魂骨一样拥有两个技能 第一个技能是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右升 身体自我修复 不管受了多重的伤都可以恢复 第二个技能就是飞行技能 后又获得了邪魔骨精王的魂骨 和两大帝皇的魂骨 最后一块那就是百万年深海魔精王的魂骨 以上魂骨加在一起 唐三可以说是人间无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你是不是又忘记点关注了吗